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第二节三大公司治理问题 那么这一节呢是一个重点章节 基本上第五章80%的考点都来自于这一节 所以大家呢务必要引起重视 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一节的第一个问题 公司治理的三大问题 有哪三大问题呢 分别是代理性公司治理问题 剥夺性公司治理问题 还有公司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代理性公司治理问题 代理性公司治理问题呢 面对的是股东和经理的关系 治理问题呢是所有者和经营者的代理问题 所以被形象的称为呢 经理人对于股东的内部人控制 我来简单解释一下 这个代理性公司治理问题 所谓的经理人对于股东的内部人控制 那我们都知道 随着我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 那么这个时候呢 股东已经不再是什么呀 真正的经营者 他雇用了一批什么呀 代理人也就是我们的职业经理人 来管理这家公司 那么正常来说 职业经理人应当收人钱财 替人消灾 在我们的股东不在的时候 他也应当怎么样啊 切实的去维护我们股东的权益 经营好这家公司 他拿他的工资就好了 对不对 但是问题在于说是什么呀 我们说金钱的诱惑 那是相当的诱人 当股东不在的时候 他投资成立了这家公司 而经理人是第一线 能够怎么样啊 接触到相关的信息 相关的资源 这样的一些人 对不对 那么他就有可能 经受不住这些什么呀 金钱的诱惑 利用手里的第一手的 信息资源 来做一些什么呀 做一些违背 我们所有者利益的一些事情 谋求自己的一己私利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所以我们就称之为什么呀 经理人对于股东的内部人控制 因为他是第一线的内部人 所以他就可以利用手中的这些资源 信息资料 来控制我们的股东 对吧 那么股东呢 就被蒙在鼓里 自己的利益受损了 自己可能都怎么样 都不知道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代理性公司治理问题 所以在考试的过程中啊 一旦出现了提杆中描述的 是股东和经理之间的一个关系 一旦提杆中描述了这句话 经理人对于股东的内部人控制 那么他们所体现的都是什么 代理性公司治理问题 要清清楚了啊 那么一旦出现了相关的信息 他所涉及的考点 都是后面我们要讲的这些知识点 不要弄混了 那么内部人控制有多严重呢 很简单啊 看一下这个京东的案例 京东呢 当时在自己的公司树立了一个连接墙 这个连接墙项啊 贴满了各种的小贴纸 这个贴纸上大部分都是自己的一些什么呀 员工的一些 我们说口号 说打死我我也不贪污 对不对 打死我我也怎么样 不受贿 反正就大概这样的东西 表决心呢 为什么要表决心呢 因为京东啊 刚抓了几个人 当然京东是没权利抓人的啊 是他下边的员工 肯定是发生了内部人控制问题 被公司发现 送到了什么呀 检察院 送到了什么呀 法院 然后一判决全进去 所以这帮员工赶紧就表决心 表忠心 对不对 当然这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方面 当年呢 刘强东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如果公司怀疑你贪了十万块钱 就算花一千万调查取证 我也得把你给找出来 虽然贪污腐败的员工是凤毛麟角 但是哪怕我一年只抓一个人 抓这一个人 我要投入三个人的力量 我也要把你给抓起来 不是因为啊 你贪污了我的钱 而是因为这是我创立公司的梦想 说的多好听啊 为了梦想而抓人 当然我觉得啊 贪污受贿这种事情 是深恶痛绝 我也觉得应该怎么样 清理 但是不要把它跟梦想扯到一起 你抓他就是因为他怎么样 贪了你的钱嘛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内部的这帮职业经理人 对不对 出现了一些内部人控制的问题 对吧 损害了我们股东的权益 股东就是刘强东嘛 所以内部人控制问题 是不是很简单可以理解啊 就是经理人 侵犯了股东的权益嘛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内部人控制问题 这里面有两个原因 也就是研究 为什么这帮职业经理人 不去践行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这样的一个什么样 原始的理念 而去怎么样啊 拿着人家的钱 还损害着人家的利益 很简单 第一点 目标不一致 虽然某种意义上来讲啊 我们说所有者与经营者 他的利益是一致的 目标是相同的 公司经营好坏 与两者呢息息相关 但是两者呢 实际上并非相同的利益主体 你想一想啊 虽然他们都知道 公司发展的越好 我的收益就越高 是不是 他们的利益是一致的 目标是相同的 但是 你要注意 我们的这个 所有者 他的公司发展的越好 对吧 然后他的收益就越高 指的是分红 对不对 而我们现在的这些什么 经营者 公司发展的越好 他的收益越高 他指的是什么 是工资 对不对 这个工资和分红啊 他们俩差距甚远 对吧 所以虽然利益一致 目标相同 但是一放到个人的所得上 那么两个人就开始分化了 所有者的目标比较单一 追求的是企业的利益最大化 企业利益最大 对不对 我的收益就越大 而代理人呢 目标更为多元化 他既追求个人收入的增长 也追求权力地位和在职消费 对不对 没错 公司发展的越好 我的工资就越高 对不对 公司发展的越长久 我就怎么样啊 哎 我的这种收益就越持久 对不对 但是 这个收益是一个什么呀 是个有平静的东西 它不像分红一样 那么具有诱惑力 但是分红 你又没办法跟股东聚谈 你说要不我也成为股东吧 你看我经营的这么好 股东会说什么呀 就是因为你经营的好 才没有办法成为股东啊 对不对 我们就是因为经营不好 所以我们成为了股东啊 你就是因为经营的好 所以你成为了职业经理人啊 所以你不能做股东 对不对 好好给我们赚钱 对吧 那么想分红是没戏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我们的经营者 他手里又有什么呀 第一手的信息资料等等等 那他会怎么做呀 他说那我就好好追求其他的东西吧 既然在钱上你弥补不了我 我就在权力地位和在职消费上 我来尽可能的索取一些 所以他会盲目的追求权力地位和在职消费 你看现在所有的这些职业经理人 是不是都这个样子啊 有哪个人天天冒出来啊 股东有出来去弄个论坛 去讲讲话 吹吹牛的吗 没有 都是这帮职业经理人 在打造个人的形象 再怎么样啊 在封食自己的权利和地位 对吧 而且包括这个在职消费 你想一想 股东有可能出门 做的都是经纪舱 这帮职业经理人动不动 就是头等舱 豪华舱 对不对 股东吃的都是什么呀 都是鸡野家 吃个快餐就可以了 这帮职业经理人吃的都是什么呀 鲍鱼啊 鱼翅啊 对不对 鱼子酱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什么呀 目标是不一致的 所以呢 你要注意啊 我们股东对于企业的目标很简单 能给我赚更多的钱 而我们经理人 因为他本身在经营这个企业 他所期望的 不光是工资能涨一涨 权利地位 在职消费的全都要 对吧 能楼点 能弥补一下自己内心的不平衡 就弥补一下自己内心的不平衡 往往就是这个样子 很多人说 老师你好像把职业经理人说的很那个 实际就是这个样子 再是职业经理人 哪怕他做到是世界500强的职业经理人 他也脱离不了一个什么 一个人 对吧 人总是有这样的一些什么呀 个人的诉求的 这是很正常 并不肮脏 也并不龌龊 但是呢 他放在公司里面 他确实两个人之间 就会产生一定的矛盾 否则不信 你把这帮职业经理人的权利地位和在职消费 稍微给他消一点点 你试一试 你看看这帮职业经理人 还是现在的样子吗 就不是了 对吧 正是因为他的权利地位 在职消费 有了一定的什么样 有了一定的量 所以他才能愿意 在这样一个工资的条件下 继续在你这儿奋斗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们说这也是一个什么样 一个博弈和平衡 但是 最归根结底 他是目标不一致的 所以这帮职业经理人 在追求权利地位和在职消费 他在损害谁的权益啊 实际就是在损害我们 股东的权益嘛 因为你花的都是股东的钱嘛 对不对 再一个 我们说公司治理的机制的不完善 也为内部人控制 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有一些权利地位和在职消费 他是公司愿意给你的 通过一种激励的方式 对吧 给你的权利越大 地位越高 在职消费越好 那你就会 越为公司贡献自己的力量 所以他是从激励的角度 而我们内部人控制问题呢 往往是超越了一种什么呀 股东和公司的一个 我们说这样一个承受能力 对吧 所以才出现了你损害股东的权益 我不想给你 然后你拿走了 这才是一个内部人控制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因为我们公司治理机制不完善 给他提供了条件 怎么来理解呢 很简单 对吧 当他去做一些损害公司利益 损害股东利益事的时候 有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制来监管 对吧 不让他去做 对吧 或者他刚做就给控制住了 有没有 有的时候有 有的时候没有 你会发现在我们国家 特别是国有股份占主导权的 这样一个企业中 我们内部治理结构扭曲 它是一个极其严重 而且极其什么呀 我们说普遍性的现象 为什么呢 你看很多的企业 股东大会流于形势 企业并没有把股东大会 作为最高的权力机构 董事会呢 凌驾于股东大会之上 甚至把董事长和总经理 他们合二为一 一览大权 对不对 我们董事会监事会的成员 有股东大会选举的比例也不高 对吧 都是什么样啊 任人为亲指定 所以难以产生这种 监东和制衡的作用 所以这就给了我们的一些职业经理人 在我们企业能够接受的范围之上 他又有了一定的什么样 动作的空间 对吧 通过内部人控制来谋求自己的什么样 私利 所以这是我们说内部人控制问题产生的原因 对吧 简单两点 目标不一致 还有什么样 治理机制不完善 这是简单要记得啊 另外我标黄的这些颜色的内容 你要有个印象 避免出选择题 好不好 因为理解目标不一致和什么呀 机制不完善是很好理解的 但是一旦出了原文之后 你能不能知道 这体现的是目标不一致 这体现的是什么呀 这个机制不完善 好吧 作为选择题 大家首先要掌握一下 这是很简单的一道选择题 了解了原因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 内部人控制问题的主要表现 这是一个高频考点 经理人对于股东呢 要富有忠诚和勤勉的义务 对吧 因为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嘛 然而呢 由于委和代理问题 和缺乏足够的监督 经理人在经营管理中呢 通常会违背 我们前面所说的 这个忠诚和勤勉的义务 从而就会导致 我们内部人控制问题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这个忠诚和勤勉务 他们到底是什么 但是在这个地方 你先要记住 哦 内部人控制问题的主要体现 是忠诚和勤勉 先把这个记住了 好不好 首先我们来了解 违背忠诚 导致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一般认为呢 违背忠诚义务 来给我割这帮小子们的韭菜 把这帮客户全给我割了 人家说了 老板 如果我们现在把韭菜割了 明年怎么办呢 消费者对我们不满意 明年没有客户了怎么办 明年再说明年的事 割了再说 明年我在不在这当经理 还是回事呢 对不对 留给股东去解决吧 经营行为的短期化 根本不考虑企业的长期发展 对不对 第三个 侵占资产 转移资产 直接赤裸裸的 把钱怎么样 切走 对吧 把公司的钱 把股东的钱 装在了自己的口袋 第四个 工资 奖金等等收入增长过快 侵占利润 对吧 今年总共 才盈利了190万 对不对 然后怎么样 然后您老人家说了 我们今天得涨工资 我们得发奖金呢 我们得发多少呢 188万 然后剩下2万块钱干嘛呢 给股东分 结果我一个经理 一年分到了10万 股东几个人来分2万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违背忠诚 导致的那边人控制问题 对不对 工资奖金 收入增长太快了 侵占了利润 超乎了常理 第五个 会计信息作假 财务作假 骗谁啊 骗股东啊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不是更恶劣啊 对吧 我把企业交给你 你还反过来骗我 第六个 建设个人帝国 这个就更恐怖了 对不对 他怎么建设个人帝国呀 老板找他谈 我现在觉得你有点不对劲 他跟你怎么说 他说老板 我就是不对劲 你老老实实做你的股东 你要不想做股东 你说话 我立刻带着团队 带着资源 我就走了 对不对 所以这叫什么呀 个人帝国建立起来了 企业已经不再是老板的企业了 变成他个人的企业了 对吧 所以他会警告老板 信不信 明天我就让这个公司 真的变成你一个人的公司 对吧 原来公司是我的 只能听我一个人的 以后公司也是你的 只听你一个人的 因为你下边没人了 全被我带走了 对吧 建设个人帝国 你想想 这123456 在古代 要是下边的官员 犯了这六点 基本上会怎么样了 基本上拉出去就砍 对吧 这是赤裸裸的一个什么呀 赤裸裸的一个背叛 所以这是什么 违背忠诚义务 对吧 是直接的去损害 我们股东的权益 丝毫没有掩饰 对吧 所以这六点记住了 这是违背忠诚 导致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一共六点 那我们再来看 违背勤勉务 导致的内部人控制问题 一般认为呢 违背勤勉务 导致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呢 主要的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信息披露不完整 不及时 敷衍偷懒不作为 财富杠杆过度保守 经过于稳健 缺乏创新 说白了 他没有赤裸裸的背叛 他只是这个事啊 办的不太地道 不到位 对不对 所以呢 可能是人的什么样 能力不行 前面是人的品性不行 这是两个怎么样 完全不同的 对不对 所以前边 我们说 人品不行 拉出去就该怎么样 砍掉 这边能力不足 教育教育 对不对 看看还有没有拯救的机会 所以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层面 对不对 这是我们说 为为什么呀 勤勉异 那么再有一句话 大家要特别注意 国有资产流失 会计信息是真 是我们国家国企改革过程中 内部人控制的主要的表现 所以呢 一旦问到你说 我们国家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 内部人控制问题 就答这两点 不要涉及呢 其他的内容 这个要注意 如果问到你了 我们说 下列哪些属于 我们啊 这个企业 没有说这个国企啊 我们企业 内部人控制问题的主要体现 那我告诉你啊 违背忠诚 是不是内部人控制问题的主要体现 违背勤勉 是不是内部人控制问题的主要体现 是吧 那么国有这边设计的两个 是不是内部人控制问题的主要体现 没错吧 所以一旦问到了这个样的问题 那就全选 听明白了吧 内部人控制问题是全选 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是两点 对吧 内部人控制问题中的忠诚和勤勉 要把它区分开 所以审题的过程中 一定要审清楚他问的是什么 好不好 不要上去之后 一感觉有印象就全选了 那就有问题了 好吧 那我们再来看 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基本对策 这是一道选择题出题的考点 在历年考试中曾经出现过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内部人控制问题的根源 在企业外部的制度和机制 即外部职责的懈怠和治理功能的缺失 要解决内部人控制问题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那么这句话先要有个印象 我们内部人控制问题的根源在什么 在内还是在外 在外 对不对 那我们再来看哪四点 第一点 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加大监督力度 怎么去完善治理体系 怎么去加大监督力度呢 很简单 在明确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的基础上 使其的运作流程更加规范 信息更加透明公开 这既有利于监管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 也能为建立更好的经理人激励机制 提供的有利的条件 所以完善公司治理体系 加大监督力度就是什么呀 我们很简单啊 让我们所有的公司治理的相关的机构 运作流程规范 信息透明公开 就这么一句话 有个印象就行了 好吧 那么第二点呢 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能 形成企业内部权力制衡体系 怎么去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能 怎么去形成企业内部权力制衡体系啊 很简单 从监事会的角度 我们要吸纳具有良好专业素质的外部人员 来担任我们什么呀 独立董事 以此来削弱监事会呢 对于董事会的衣服 从而呢 加强对企业经理人员的监督 这是首先第一个要注意的 我们这个人员选取上 尽量凸显一个什么呀 凸显一个独立 对吧 独立董事 以此来什么呀 一定要记住是 削弱监事会对董事会的衣服 我记得有一年初题 这边用的是什么 以此加强监事会对董事会的衣服 同学们一看这个选项 说吸纳具有良好专业素质的外部人员 担任独立董事 对没错 对不对 他后边就不管了 后边人家把削弱给你改成加强了 你没看到吗 所以这一点提醒大家注意啊 在记知识点的时候 一定要记准了 对于特殊的一些词 一定要加强或者强化印象 好不好 这是第一个 从人员的角度 对吧 我来削弱监事会对于董事会的衣服 人员是哪个角度 再回应 良好专业素质的独立董事 那么再有呢 就是监督机构要独立运作 与日常经营相互制约 相互扶持 从长远来看呢 这有助于形成内部人 不同利益集团兼的一个什么呀 我们的一个监督制衡机制 那么第三点呢 很简单 加强内部审计工作 充分发挥呢 内部审计的监督职能 完善企业内部的约束机制 这个主要凸显的是什么呀 审计 对不对 光有你们这两个部门监督 还不行 我还要怎么样 有审计 每年来审 那么第四点呢 是完善和加强 公司的外部监督体系 使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呢 都能够参与到 我们公司的监管中 再结合经济啊 行政啊 法律等手段 构建对企业经营者的 外部监督机制 所以这里面强调的是什么呀 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进来 对不对 然后构建一种什么呀 外部监督机制 这一共是什么呀 四点内容 另外标题这一点 提醒大家注意了 是外部的制度和机制 这是它的根源 好 相当于五点内容 都要把它有个印象 下列 关于内部人控制问题 基本对策 书法正确的事 一旦出现 千万不要选错 好吧 该强调的给你强调了 审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请打赏采儿 toho 我们下转试 tax 打赏采儿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